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我們又跟大家分享一下Metro Town 最近Metro Town百花齊放 秋天至少會有四、五、六個樓花 這段影片暫時還未說樓花 先跟大家參觀一下一個在Metro Town去年交樓 相對來說可以說是這個區域 其中一座最新的樓 而我們之前也沒有在影片製作過 這座是Inchor Corp建的Maywood on the Park 我們今天參觀的又是一個非買品 已經入了火了 就是一個三房兩次的單位 剛剛好過了一千呎 一千零四十呎左右 二十多樓的單位 賣點是有大廚房和東南corner的景觀 我們先看看單位的跡 然後跟大家參觀一下 看了現樓之後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不同的樓花 已經多到Carrie都不知道怎樣推薦 實在太多了 我們先看看這個現樓 這個單位是東南corner 大家看到陽光那麼曬就知道 這邊是東 這邊是藍 基本上全天都有陽光 但不用太害怕很熱 因為有冷氣在 現在基本上雖然光是不斷推進來 感覺到一些熱氣 但是單位裡面還很冷 冷氣很足 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這些Maychotown area 有另外的樓是冷氣壞了 所以我們現在買新樓的時候 都要很驗證 尤其驗樓先 和親身體驗一下冷氣有沒有問題 因為Maychotown 不是Maychotown越來越熱 是整個温哥華 感覺上比起往年 熱的時間越來越多 Summer好像長期都可以穿短袖 吊帶衣服到處走 以前也起碼要配件外套 我們先來看看景觀 這邊是向東的 所以我們向東邊看 就會看到更多的樓 這些是不同的 這裡大家記不記得 這是Skytrain的藍面的地方 每一條街坡 Maychotown, Cassie, Silver 這裡再過去 全部都是不同的 建築有新有舊 大部分都比較新 我們這座可以出露台看 我們這座算是最新的那幾座之一 因為是2022年的建築 我們這條街其實就是Sylver Inchotown這座建築的地址 是6463Sylver 下面這條就是Sylver街 我們之前也有提供過不同的樓盤 這次第一次跟大家分享Sylver 前面向前走就已經是Skytrain站 我們這裡其實是最對正站的那條街 然後再前面過去那幾座 就已經是Station Square 大家記得我們之前有拍Station Square的片 就是那個地址 Walking Distance也是很近的 然後我們這座樓的好處就是Skytrain聲 比前面這些樓隔了很多 所以我相對比較靜的 而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我們這座樓的正前方 就是向南的方向 其實就是一個公園 我們這個位置看得不太清楚 其實進去看可能比較清楚 那南邊的話呢 暫時現在這一刻 就不是太多的高升 但是大家看到附近也有很多低升 就是說這個城市發展 將來很多地方都有改建 再建樓的空間 所以這個樓的賣點 除了剛剛說的那些油冷氣之外 因為它就直接在Park的後方 所以在公園 這個Maywood On The Park On The Park 那Park就在下面這個Park 所以變成你前面這個位置就很安全了 因為公園暫時 現在宋寧是不可以改造高樓的 所以就算將來再前面那些建樓 也會有一個更好的距離 好過在你前面再建一座樓 變成握手樓這樣 下面這個乒乒桌 它下面有一個公園 有個乒乒波桌的位置 昨天早上收樓的時候 我都發現它剛剛好完 早上去打乒乒波桌 就遮到太陽 不知道硬是怎樣的 然後這個是南邊 我們如果在窗的這個位置 都會再看到西邊一點點 西南方向 那邊已經是Central Park了 所以我們這個單位 看你怎樣擺位 如果你梳化擺在這裡的話 其實你也會看到很多樹景 都是遠一點點 當然也有新樓 好像這一座 Standard by Anthem 其實都賣光了 現在正在建 這座樓會比較高一點 這座的景觀大概就是這樣 我們參觀單位室內 主要都是玻璃的空間為主 所以看出去全部都是景觀 這裡有足夠的闊度 可以放到梳化和電視機 不管怎樣放 電視機這邊的梳化 如果真的想放餐桌的話 都有空間 起碼可以在一個很長的廳 然後發展商交樓的時候 除了一個Linear的廚房之外 也有一個Island 這個Island是Clean Island 上面沒有洗手盆 或者是焗爐 爐頭 所以如果不是很多人住的 一兩個人的家庭 都可以在這個Island吃飯 看看Island這邊是 這裡是有儲物空間 可以放一些東西 屋主要是沉默交樓 剛剛說到這個非賣品 其實屋主要是香港過來的Family 很快就在這裡置業 所以就開始沉默交樓 就已經搬了一些東西進來 這邊也有些儲物空間 這裡可以前後坐四個人 然後這裡就是Linear的廚房 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 是30吋的電器package 以Bosch為主 爐頭30吋也分得很開 下面就是焗爐 也是Bosch的 然後還有營機在上面 這些都是頂櫃的儲物空間 設計上面 廚房 我們很多時候看一些單位 都會提醒大家 尤其是將來新郊那些 譬如說多少呎樓底 但是廚房會drop down 它會是整個廚房有drop down area 低了 但是這個單位的設計 它似乎就minimize了drop down 它只是拍在櫃上 所以就算你在Island這個位置吃東西 你也不會覺得是被其他地方留低了 這個是Carrie看到的特色 但是因為也沒有drop down 所以這裡沒有drop down 很多時候有些廚房 整個drop down就會多幾盞燈 不過發展商也預先幫你做好rought in 所以有兩個罩子的位置 之後大家可以在Island上 再買吊燈或射燈下來 上面全部都是不同的儲物空間 現在還沒有放置很多個人物品 回去給大家看看 他們喝了咖啡我也喝了 Anyway 這裡就是雪櫃 雪櫃也是建設在櫃裡面的 也是很大的30吋Bosch 下面就是兩格冰櫃 應該是兩個櫃桶 櫃底的燈有電掣 Dashwasher應該是這個 洗碗碟機是Bosch的 下面也有儲物空間 其實洗手盤下面 intracorp也做好了整個 垃圾桶櫃桶 兩個可以分開廚餘和garbage 然後這邊也是一些儲物空間 這裡就有三格櫃桶 大概就是這樣 我們來到這裡 這邊就是向門口方向 其實這裡如果大家真的想要一個 FORMAL DIAMING AREA 大一點的 坐到五、六個人的話 其實這邊還有一個位置 就是這裡 不過稍微暗一點 要加點燈 還可以再放桌子吃飯 或者如果你需要一個 open bed 比如說工作室這樣的地方 或者是多些儲物空間 也可以在這裡再放 總之這裡有一個位置 絲絲正正的 你可以用來做不同的東西 然後主人房 就會在客廳這邊轉進來 所以主人房基本上是向藍的 這次我們又看 好像是比較少有的特色 就是發展商交樓給你 它就不是一個好像房間的衣櫃 打開到門一個wack 它是由床頭兩邊和床上面 都做了衣櫃 所以你放東西的時候 就可以分開一些 還有所有wack 上面這個是掛衣的通 有一個位置 然後他們中間這裡 還有一個桌子 可以讓你放手機 放書 放鬧鐘 放水 而且也放了一些燈 這個應該是Master Switch開燈 是的 還有這間房間是有燈的 大家可以看上面 將來可以把上面裝 那些吊燈或者入場燈 另外床上面也有一層燈 這裡也有USB電掣 可以充電那些 這個是一塊 右邊也是一樣的 下面還有一個櫃桶 剛剛沒有說 可以放很多東西 除了這個之外 這裡上面還有住室空間 又是 打開櫃子 已經幫你放好一格格 方便大家放東西 然後好像這一類的單位 大家回來 基本上就買一張床 你量度好位置 就放回去就可以了 Queen Size就沒問題了 只要量好位置 你買床架的時候 不要買太闊的床架 可能適合大小便可以了 這個就是主人房 這邊也會有一個 Master En suite 它是Double Sync的設計 然後大家會看到兩個星盤 下面有儲物空間 它的配色做了一個深木色 主要的大範圍面積是白色海面 再加上這些 這個瓶也挺漂亮的 它是淺灰色 然後有很淺的黃色的紋 感覺很夢幻 然後這些是櫃桶 一格小的 一格大的 就是那些儲物空間 然後上面這裡還有一個鏡櫃 主人房的洗手間就是Shower 之前已經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關閉的時候會很腥 Eat It Sang 現在就沒有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剛剛捉機仔來拍片的時候 可以順便fix了 其實這個Eat It Sang 我和屋主也以為是上面的滑輪 可能是固定了或者怎樣 但原來其實是這條膠邊 我不是這條 是裡面這條膠邊 這條膠邊太長的時候 當你移動它就會很大聲很刺激 我們剛才的Handy處理方法 就是把它慢慢地圓邊剪 剪幼一點 讓它絕不那麼勁 就可以減少聲量了 主人房的洗手間 就是有那個叫做New Heat 有地暖的 變了有幾個好處 一來一定會刷入 你會暖一點 沒有那麼冷 而且容易乾掉東西 始終涉了濕氣重 你熱一點的話 東西會乾得快一點 會好一點 我們看完主人房之後 和大家看看整體Layout 和另外兩間房 剛剛我們已經走了 這個Extra反輕位 或者是書房位 它的Wash 它那個 進來還有一個Entry closet 上網的盒子都在裡面 然後洗衣機乾衣機 放在這邊 就是來主人房遠一點 就是Stack Up衛宜店 上下大大大小的洗衣機乾衣機 然後隔壁就是兩間房 剛剛主人房是向南的 這兩間房是向東的 所以我們一早早 陽光很足 就進來了 隔壁的房間 要晚一點才會有陽光入 這些房間的設計 都和大家看了 很相似剛剛主人房的 都是這些衣櫃幫你做了兩邊 不同的是它沒有在上面做了頂櫃 就變成了一塊板 讓大家放一些顯示器的東西 如果之後真的有人住這個房間 大家可以考慮再做櫃在上面 這間房間和旁邊的房間 尺寸、方向各方面都是這樣的 有一個可以開的窗口器 另外兩間房間 這兩間房間是在這邊 接近門口的洗手間 剛剛主人房的廁所是Shower 客廁就是洗手間 客廁就是洗手間 洗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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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上面 有需要大家可以自己換 剛才那間是否長生鋪磚 對 剛才那間長生鋪磚 對 這間沒有 這間是普通的 主人房的廁所是有更新的 跟外面的客廁有分別 大家記得剛才我們說的磚 是這塊長的磚 這裡就沒有了 都沒有了 鏡櫃 但是有放夜的位置 這裡的櫃桶是一樣的 這個廁所小一點 要關門才可以開櫃桶 然後這邊就是門口 其實織都可以實用 它是有走廊 但不是太篩 因為你主要都是門口進來 這邊是洗手間 這裡的走廊位 這裡可以放東西 做書房 都是這樣可以直接出廳 或者是房間 整間房間很光亮 我進來 我開了燈給大家看 但其實到處都是陽光照進來 好 參觀完這個單位 很多朋友都會很緊張 問價錢 這些因為始終是 已經買了的客人 就不要方便透露 但怎樣都是過1.2 1.3 因為一個三房的單位 成千尺 有需要的朋友 無論你是intracorp這座樓 還是什麼中攤附近現樓 或者稍後我們下一個階段 就會去講一下樓花 都有很多選擇 這個單位就參觀到這裡